前段时间,拜登迎来了担任总统以来最高功的时刻 标记着台积电赴美工程,迈出里程碑一部的千基典礼 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举行 参与千基典礼的不只有美国总统拜登和政府要员 还有包括苹果、英特尔、ADM等一众全球顶级ICT企业掌门人 规格之高,堪称前所未有 在典礼一事上,拜登颇为自豪地表示 美国制造将再度引领世界,言语之间中气势足 而一些西方媒体更是对一次高调宣称 台积电赴美是美国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天秤开始向有利于美国的一方倾斜了 有很多人不理解,一家科技企业前往美国投资 怎么就能撬动大国战略竞争的天秤向美国倾斜 不理解是正常的,因为大国竞争的底层逻辑已经变了 以前是地缘势力范围的争夺,现在是国际供应链控制权的争夺 拜登视察台积电工厂,在此之前 后者宣布将对美投资从120亿美元提升到400亿美元 近代大国的崛起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 其崛起的过程就是不断驱赶周边地区其他大国势力 并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绝对主导权的过程 比如,美国在崛起时,把西班牙从中美洲赶出去了 而日本在崛起时,先后驱赶了朝鲜半岛的中国和辽东半岛的俄罗斯 在完成对其他大国势力的驱逐后 美日军在这些紧邻自身周边的地区 建立起绝对且具有高度排他性的霸权 为什么大国们的霸权总是建立在本国所处的地区呢 原因有两点,被动和主动 被动因素是技术条件限制 国家战略力量的对外辐射严重依赖于国家军事力量的投送 军事力量能投送到哪里 战略力量就能辐射到哪里 同理,军事力量能在哪个地方压倒一切 战略力量就能在哪里建立霸权 这也就意味着承载军事力量投送的交通运输 是推进霸权建设的核心 第三次产业革命之前 尽管交通运输技术相较于农耕时代 已有划时代的进步 但提路交通受限于山川爱口的地理环境限制 和途经区域的政治生态限制 很难发挥太大的作用 而与各大洲互通有无的海运 同样也存在着速度慢 远洋续航不足 后勤补给困难 碰大洋风浪性弱等弱点 所以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技术条件下 任何大国在崛起时 都会采取先进后援 续续土制的战略 这就跟中国古代的远交竞争差不多 主动因素是有点明显 在周边建立霸权 可以把域外的战略防线 摆到远离本土的地方 是本国在战争时期 获得较为广阔的缓冲区 另一方面还能依托自身的军事实力 在本地区压倒一切的优势 在更轻松的调动区域内 资源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 确保对供应链的绝对控制权 最近美国部分经营就在反思 当年美国没有把制造业供应链 放在美军能够完全庇护道的美洲附近 反而舍近求远 跑去远离本土的东亚 导致中国发育起来后 失去对国际供应链控制权 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之一 随着大国纷纷兼并周边地区 以参与全球争霸 提约势力范围的争夺 逐渐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流模式 由此带来的一种非典型结果是 英国建立的所谓的世界性霸权 并非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这种相对体现在 英国的综合实力 与军事实力无人能及 英国拥有大部分全球性事务决断权 英国是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与裁决者 但难以染指有其他世界性大国存在的地区话语权 比如在中美洲 美国说的话比英国权威 在北非当地 执任法国做老大 在多欧德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更大 诸侯势力割据 群雄兵力的局面 让英国无法有效调动全球资源 从事工业生产活动 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 和不同国家的资源 禀赋进行分工分配 比实对经济全球化只是表面上的 真正的情况是各个大国 以极为核心 在本地区建立闭合独立的产业生态圈 以满足发展需求 换句话说 地域势力范围越广阔的大国 能调动的资源越多 产业生态圈的流动性越强 发展潜力也就越大 这就是为什么 近代大国需要满世界疯狂抢地盘的原因 但冷战结束后 情况不大一样了 苏联的解体宣告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拥有绝对的世界性霸权的国家 美国不仅在世界事务上说了算 在地区事务上也说了算 在大国邻里的西欧 美国和人发动打击欧元的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法德等国不敢多言 在俄罗斯所处的东欧 北约受此东扩 布洛地海三国去俄向西 美国把枪口都怼在圣彼得堡门口了 俄罗斯还是无力反击 在中国所处的东亚就更不用说了 90年代三大致至今刻骨铭心 毫无讳言 工业革命的近300年来 只有美国能做到这个地步 对全球政治生态的绝对性控制 赋予了美国可以有效调动全球资源 并按照其意志和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 进行全球产业布局 全球产业转移和全球产业分工的能力 而第三次产业革命浮化出来的轻质工业 则大幅度降低了全球化向外拓展的门槛 种植工业是指第一次和第二次 产业革命催生的核心工业门类 如石油化工业 钢铁制造业 电力水利设施 煤炭等 这类产业具有建设周期强 投资金额大 对外转移难等特征 而与之对应的轻质工业 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后材料的概念 它的核心门类是电池 半导体 屏幕等电子产品 具有建设周期短 投资金额小 对外转移简单便捷 减销迅速的特点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画面 中东和俄罗斯提供石油 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提供矿产资源 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和生产工厂 日本和韩国提供精密零件 美国和欧洲提供专类技术 然后所有环节绘成一条产业线 生产商品 全球至少九成以上的国家 参与到了这套体系的运转中 要么是资源供应者 技术工业者和成品工业者 要么就是消费者 而美国在这里既能够通过技术输出 赚取惊人的专利费用 又可以通过跨国贸易 必须使用的美元赚取诸币税 赚的可谓是盆满钵满 十个英国都赶不上 随着挤身全球化的国家越来越多 产业对国家发展的提升 渐渐超过地缘 如今想要过上好日子 不需要再搞帝国主义时代 那套地缘势力扩张了 只需努力拔高产业维度 用更先进且无法替代的产品 就能赚取天量利润 而全球化近40多年形成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环境 又使得以暴力手段 如战争或硬性脱节 来破坏其稳定的可能性 降至最低 这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底层逻辑 明显发生转移 即从帝国主义时代的 地缘势力范围的争夺 过渡到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 国际供应链控制权的争夺 而国际供应链的控制权 取决于两大关键 技术制高点和产业产能 技术制高点决定能做什么 做得好不好 产业产能水平决定能卖什么 能卖多少出去 没有技术制高点 生产出来的东西赚不到啥钱 产业产能水平不行 技术就不能变现 两者在某种意义上 是缺一不可的 这就相当于古代的粮权和冰权 有粮没冰打不赢仗 有冰没粮也打不赢仗 后两战的前20年 技术制高点和产业产能 这两大关键都在美国手里 所以美国对国际供应链的控制权 也是绝对的 但情况在第30年发生了异转 2010年 中国工业产值超过美国 登顶世界第一 此后没有凭借着 世界上最完善的工业体系 和西太平洋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物理上和产业上 双重斩断了美国对产业产能的控制 到2018年时 基本形成中国控制全球产业产能 美国控制全球技术制高点的 两权对立形式 双方当前争的 便是将握在对方手中的 另一半抢过来 从而赢得新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胜利 因此 中国拼了命地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 而美国同样也在想尽一切办法 打破中国的产业垄断 谁能抢在对方前面 完成对良权和兵权的整合 谁就能风狼拘续奠定乾坤 半导体这玩意儿 是下一轮产业革命的通用零部件 其重要性等同于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的石油 以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用得着 手机电脑汽车这三大件就不说了 智慧小区的门禁 人体感应 智能家具的电动窗帘 智能马桶 也离不开半导体原器件 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 钢铁是工业的骨骼 电力是工业的血管 天然气是工业的氧气 稀土是工业的维生素的话 那么半导体则是工业的神经元 人没有神经元就感觉不到周遭的事物 无法正常生活 而工业没有半导体 就无法正常生产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谁能控制半导体的技术高度和产业产能 谁就能在大国战略竞争中胜出 中国在未来十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基地 已是不争的定局 至于什么时候突破技术封锁 谁也不知道 但是迟早的是 而美国产业空心万多年 半导体盖莫能外 想要笑到最后 重塑本土半导体制造业是必须的 现在就看是我们先突破技术封锁 还是美国先产业产能挥流 所以整个民主党政府对台积电赴美这事非常看重 也难怪拜登会高呼 美国制造将再次引领事件 但问题是能成真吗 彭博社的标题取得好 对不起 400亿美元买不回美国芯片独立 你会给我回来 对不起 带小滬 través